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背景有点不一样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极乐世界土 都生欢喜 我们同生极乐果 今天是四月初四 是文殊菩萨圣诞 文殊菩萨表智慧 表理智 卑至双运 不能只有慈悲 没有智慧 感情用事 在菩萨的圣诞当中 我们都能够礼拜 像进修节要当中 一心观理 法王长子 欺佛之师 圣妙吉祥 无垢大圣 愿共众生 同生极乐 我们刚刚才说 同生极乐 这也是文殊菩萨的愿 细心一佛 专称名号 急于念中 得见弥陀 修念佛三昧 一行三昧 大智洪生 文殊师弟菩萨 老和尚说 一念便虚空法界 我们诚心念菩萨圣号 他们都会加持我们 甚至加持我们带着班级 这是感应不失意 都可以请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祖宗圣贤 来做我们的后盾 而这一段时间 也是一年当中 两个比较特殊的时段 黄念祖老居士有说 因为佛诞四月八号 佛成道日 纳月初八 所以这两个时段 前后一周 就是四月初一到十五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修行 念一句佛号 读一部经 功德增加十万倍 所以每一年有这两个时段 我们掌握机缘 我们掌握机缘 这个机缘不要措施掉了 好好精进 这个对我们消除业障 这个福会增长 都是很难得的十节因缘 当然这两个时间段 很重要的也是要 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 我们好好来修学 老和尚指导的 学佛就学释迦牟尼佛 佛怎么考虑释的 这个佛怎么说话 怎么做事 佛一天怎么生活的 我们随时思维佛会怎么做 我们就不容易感情用事了 就会像文殊菩萨比较理智的 我们修行人也很敏锐 对自己的念头看得很清楚 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 有没有随顺觉症境 观自己自不自在 身心有没有放松 因为没有随顺性德 身心就不自在了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念头要敏锐 我们往往经历一些事情 不知道问题在哪 然后经历过后 会百般无奈 甚至会产生埋怨 我们百般无奈跟埋怨的时候 我们还相不相信 一切法 从心想生 佛讲的话 我们在很沮与的时候相不相信 无奈的时候相不相信 你看论语里面 孔子说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什么时候不违背人的 很匆忙的时候 很颠沛 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都不违背人 那我们也是 你在遇到很大挑战的时候 觉得天都快塌下来的时候 我们还相信佛的教导吗 还相信问题在自己身上吗 其实我们只要觉得问题在别人身上 我们就可能是见别人过了 那我们就不在道中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 刚好前几天 有个母亲 刚好到 承德摄影棚里面 听完课 我会跟他们交流一下 因为看看大家听了一个半小时 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 有没有听的过程 延伸出一些思考 要进一步探讨 甚至于听了觉得不认可的 我们不是一言堂 都可以提出来 好 说到这里 我也感觉 最近我生意不大好 诸位忍者 都没有提什么问题 这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我每一次一个半小时 大家全部吸收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另外一种情况 是听不懂 就让它过去吧 反正 我已经撑了一个半小时了 这没办法 领导规定 就得听这个法师 讲 还得开镜头 这个十分无奈 假如有这种情况 也可以提出来 我一定出面 解决你的痛苦 因为呢 只要我发了杀戒 脑海骤身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可以提出来 这个 好 那假如呢 有疑问 但是都没有提 那也是一种习惯 那弟子会说 心有疑 心有疑 谁杂记 旧人问 求却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陈德可能 不只讲过一遍 跟大家探讨 地子规 每一句 里面呢 首先有身教 教育 大分三个 元素 第一是身教 第二是言教 第三是敬教 而且身教 要在言教前面 不然会有副作用 比方说 陈德陈金 跟同学们讲 过能改 归于无 唐眼是真一孤 结果有一次 我出了一点情况 结果自己呢 这个惯性比较强 要解释一下 要找借口了 突然看到 同学们看我的眼神 都非常暗淡 有点听不下去的表情 我马上 察觉到了 修行人要敏锐 对自己的念头敏锐 对境界也要敏锐 我就赶紧 止住妄念 提起真诚 给同学们举了一弓 对不起老师这件事错了 暗淡的眼神 马上眼睛有亮光 哎呀老师也认错 什么 所以这个每一句里面 有深教哦 而且有深教的时候啊 我们在讲这个议理的时候 是献身说法 侃侃而谈 还能谈出碗受用 哎 心有疑谁杂技 马上问 哎 心里都不留疑惑 遭闻到 细死可以啊 你留个疑问 刚好今天无常到我身上来了 那我可能随那个疑 去投胎去了 佛那个时代就有一个榜样 大家应该有印象啊 大家知道我要讲哪个故事吗 看大家的表情啊 我还没讲到二十一遍啊 哎 哎 当时候有一个商人啊 听到这个世间有 这个大爵士尊啊 好 结果 他就放下生意了 来 用 最积极 最快速的 的态度啊 要去找佛陀 终于啊 让他找到佛陀了 而佛陀那时候啊 在脱波 他马上 顶礼佛陀啊 这些世尊啊 请为弟子说法 在旁边 这些侍者 弟子们 说了 佛在脱波啊 那 当时候是一天吃一餐 你让佛用完摘 再请教嘛 这个 商人说了 佛啊 这个世间太无常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您慈悲怜悯啊 现在就替我说法 大家 大家感受感受啊 一个人求法的心 窃到这个程度啊 这个是很真诚的 这个很渴求啊 求法如饥渴饮食啊 一个人渴得很厉害 在饿得要命的时候啊 他只有一个念头了 赶快喝水啊 赶快吃东西了 那佛 横顺众生啊 满他的愿 给他一说法 没有多久啊 没有多久啊 他就正阿罗汉国了 结果 他正国了 佛啊继续去脱波了 一离开 那个地方啊 他 没多久啊 就被一条牛啊 给撞死了 可是他已经正国了 这个故事 诠释这个 论语这一句 招无人道 细使可以啊 就很有味道啊 好 那无量寿经里也说到 我们对佛法 如凭得宝 一分沉净 得一分利益啊 十分沉净 得十分利益啊 可能我们一开始 文法 态度很珍惜啊 但是要保持啊 不简单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呢 学佛二年 佛在天边啊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啊 初发心 成佛有余啊 那 刚刚提到了 弟子规里面都有 深教 严教 敬教 敬教 所以刚好我们要 进入这个 余力学文 后面几句了 好 这个心有余水杂记 好像就在最后一节当中 好 那这个 刚好大众啊 在摄影棚听完 会留下来跟他们交流 好像上一次交流 我有发到群里 供养大家 那个是他们到监狱啊 去讲学 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那其中呢 就有问到啊 就有问到啊 十八岁的女孩 参加了佛学社了 也有闻到佛法 那这一个居士啊 他问这个问题呢 是要问呢 他对这个女孩 所讲的话呢 恰不恰当 他是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女孩是他女儿的朋友 十八岁啊 怀孕了 那这个居士啊 就跟他说了 你都学了佛了 怎么这么不自爱呢 我说啊 这问题已经发生了 你要先关心他 让他感觉你跟着他 一起面对问题 不要先道理压过去 我们呢 一学大臣佛法 可不能忘了人情事理啊 调剂人情 安抚人心之后 才好发明事理啊 不然 你也是好心啊 但是可能对方 不能接受 或者更难受了 学佛就是学人情 就是学事理哦 李秉兰老师有讲啊 见人错事 不要先指责 要先协助 那诸位忍者啊 大家现在 在教幼儿园 在教小学 在教初中 我们听到这个例子 十八岁怀孕了 有没有感觉 我们现在教孩子 也是十节永远 现在 他根基没有扎下去啊 这样的例子 很少吗 这样的例子 不太少了 哦 刚好那一天 来听课的 有一位 退休的中学校长 陈德说啊 哇 那这个校长 应该有经验 处理这样的事 校长确实处理过 不少这样的个案哦 当然我们 听到这个 对我们来讲 我们更有使命了 不然大家设身处地一下 假如是我们的孩子 遇到这个情况 那这个家庭呢 就面对起来 也不简单哦 那假如 刚好你身边有这样的孩子 请教你呢 他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能不能用佛法来护制他 有佛法就有办法 而且可能 这个发生的人 家庭啊 他可能会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倒霉啊 其实 这个不是偶然的事 这个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今天 这一次他能躲得过 请问他能躲得过 第二次吗 第三次吗 我们人啊 现在看事啊 看得不深入啊 往往都有侥幸的心态 哎 看社会现象 哦 这些现象 应该不会是我 是我 应该不会是我的家庭的人 哎 哎 古人都是防围度鉴哦 古人都是深谋远虑哦 哎 哎 我们自己有把握 自己的学生 不会未婚怀孕吗 哎 哎 有把握 他们以后 不会犯罪吗 不会得癌症吗 那假如有把握的话 现在要 建立哪些观念 要扎好什么基础呢 我们现在大家都太忙了 可是忙中啊 心还是要定啊 一些关键点啊 不能忽略掉了 不然到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啊 会很爱莫能助了 那 现在为什么都很无奈 因为都是 事情严重了 才要来处理了 就好像现在的人 对自己的健康 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呢 医生通知他 癌症了 当然难哦 当然难哦 佛法有一句话讲啊 一切法 从心降生 为什么现在身体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心理现在忧郁症很多啊 有一些数字都表达 有睡眠障碍的可能有两三层人 两三层对 这些都是已经 心理上长期有压力了 才会产生这些现象 那家里的人有没有关注到呢 所以这个时代 好像步伐很快啊 大家每天都很忙啊 但心也要定啊 才能察觉 才能见尾之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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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法是因缘所生啊 只要我们清楚 不好的因在哪 不好的缘在哪 把它慢慢去掉 把重新好的因缘放进去 身体的问题 都是因缘生法 知道因缘 问题处在哪 都能转变 都能解决哦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况且古人还留了一句 今诚所至啊 今时为开 来勉励我们 陈德也跟大家交流过 老和尚讲过了 菩萨是德 这四个原则啊 可以处理一切问题 第一个呢 随缘妙用无方的 没有固定的地方 或者方法 试因缘的情况 去灵活运用 那请问 这孩子怀孕了十八岁了 是不是一个缘出现了 这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人是谁啊 是他的爸爸跟妈妈哦 这孩子毕竟才十几岁啊 还不算太成熟 他的定力还差得远 而他什么时候能变成熟 他也要藉由一个缘分吧 不然 不净则退 一个年轻人 没有缘分 让他 醒觉过来 知道自己不对了 知道自己要改过了 知道自己要改过了 他没有醒觉过来 他也是跟着随波逐流而已啊 所以这个当父亲母亲的 假如在这个当下 我们说随缘妙用 妙在哪 妙在用真心呢 真心 真心忏悔 真心现前了 不然遇到这个情况 哇 开始指责了 甚至于 你进一步还去堕胎的话 你看地狱业就照下去了 一个孩子那么年轻 罪业就那么重了 我们真的遇过佛弟子 他的 这个 子女 十几岁 有小孩了 所以他是子女跟孙子一起照顾 他很真诚 后来孩子 忏悔了 感动了 慢慢就变得成熟了 所以真心很重要啊 你看 他说都是母亲的错 都是父亲的错 这个孩子可能善根就开始增长了 那 威仪助持有责得 父母都做榜样 那孩子错了 我们也不要 都是用情绪的语言 柔和之指设身的 我们从事教育啊 那父母也是 一直在教育小孩哦 领导 也一直在教育你的员工哦 不能说从事教育啊 我们就马上执着就是教书的人啊 我们想要利益身边的亲戚朋友 那都属于护念他 教育他 都要相信啊 人之初 性本善 不怀疑这一点 任何时候 因为我们任何时候怀疑了 怀疑一起啊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 我们一怀疑 我们自己生烦恼 对方也感觉到我们的不信任 对方也感觉到我们的不信任 忘心会感到忘心 怀疑 对方说到了 没信心了 那当然他对我们也怀疑我们 不信任他了 真心才能唤醒真心了 我们也有遇过啊 犯过毒的 行为很偏颇的 但是他的母亲啊 始终没有放弃他 始终相信他能回头 最后 确实感动他了 这都我们身边呢 遇过的同仁啊 好 那 菩萨士德最后啊 普代众生受苦的 你看十八岁的孩子的行为是这个情况 你不可能说三五天就把他扭过来了 要很有耐心去护念 其实啊 人生呢 因缘是很复杂的 能不能完全扭转啊 我们不能在心里面呢 在那里 常常担忧 安住当下用真心 常常担忧啊 反而又是忘心做主了 我们呢 岂能净如人意啊 但求无愧我心啊 尽力去做 因为帮一个人呢 他有业力 他的家庭也有业力 整个大环境也有业力 还有我们自身啊 也有业力 其实自他不二啊 我们在帮别人的时候 我们关照自己的念头 也是很好提升自己的机会了 这是当时候啊 这个有一个趋势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诸位老师啊 我们互念孩子也有十节因缘 这个时间因缘没有掌握住啊 他们后面的人生啊 确实是不堪设想啊 现在外面的诱惑程度太高了 那 那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啊 我们是不是在任何时候 可能 这个百般无奈的 情绪 可以转成反求足迹 是不是 是不是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相信啊 一切法中心想神 还是我的心啊 出了问题 因为 因为那一天 那一天 跟大众啊 回答完 交流完了 有一个母亲啊 留下来了 单独啊 单独啊 跟我交流 这个 我跟他们交流前呢 我都会提到 说我们 要录音 假如你觉得不适合录呢 不要担心啊 因为这个按钮一按就暂停 所以大家不要挂爱 为什么 要录音呢 因为这是针对他们的问题回答 因为有时候分析一个问题 一分析啊 十分钟 请问对方能把十分钟讲的那种 都记起来吗 那也很厉害 我有一次 刚好 也是在马来西亚 当时是在我们颜会长家 结果有一个女士啊 她就讲了 这个陈德瓦斯讲课啊 我只能听懂 百分之三十percent 我当时都愣住了 太对不起她了 她才听懂三十percent 可能我只约只约太多了 所以搞得人家 有一点锈断线了 有些人一听到文英文就紧张了 好 所以这是我的问题 你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讲话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的表情 听得懂三十percent而已 表情一定常常是这样的 你就要警觉到了 好 好 那诸位忍者 你假如只有三十percent 你一定要给我提出来 好 人还是要听真话 好 不然 对不起姻缘 好 所以我刚刚说我生意太差了 好 可能大家觉得太多听不懂 算了别问了吧 好 好 好 那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也常常在境界里面 练老上说的 世事无碍 好 不只自己要无碍 也不要让 当场的人 心里有什么挂碍 你这个可能讲到人事的 我们暂停就好了 你假如不希望任何人听到的 那我们事后 你再留下来 我们单独谈 清场 那这样他就没有负担了 那后来呢 他提到了 其实实在讲 这个 可能都是我们 每一个家庭 都会遇到的情况 他说 孩子呢 去了学校 可能把手机拿出来看 被老师抓到了 违反校规 把这个手机 给他没收了 好 那后来呢 这个 老师给他母亲 给这个母亲打电话 那这个母亲 就跟老师说 那 没关系 你可以 你把手机收了 结果他说 他儿子听到了 好 结果后来呢 他又叙述到 他的儿子就没手机了 结果跑去给他 丈夫要了另外一支手机了 哇 你看一个当妈妈的人 这个孩子生他气了 因为旁边听到了 然后呢 先生又跟他不同一个战线 哇他很苦啊 我看他瘦巴巴的 额头在中间 血管都浮起来了 那个都是长期透支的状态 我都很怕他身体 会垮掉 所以真的 有时候一接触这些大众 你看光看到那些问题 现在 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也要接触接触大众 不能不食人间烟火 他叙述完了 当然他觉得很无奈 百般无奈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接到他 你们老师的电话 你在回应 他的老师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境 你说可以啊 你可以说什么心境 他说我觉得我儿子活该 大家知不知道他儿子听完 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他感觉到他妈妈 内心的状态 活该是他自己心里想的 没有讲出来 所以一切法 从心想生 为什么孩子会变得跟你对着干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我说 您假如当时候 那时候的心境是 接到老师的电话 老师 太对不起你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没有把我的孩子教好 这是我的错 不怪孩子 你的孩子在旁边听 感觉一样吗 就是我们经历事情啊 那 能找到我们心念当中的问题啊 不容易 一找不到了 问题在哪 问题一定在别人 那哪有可能不怨天由人的道理呢 只要有怨 只要有怨 我们的心不可能处于平静的状况 我们的心不能平静 心上都有埋怨的事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每天讲的话会对吗 处理的事会好吗 心是根本哦 我们有没有重视 我们心地功夫的提升呢 还是我们每天都忙在室里面的呢 也不知道自己心的状态如何呢 这个妈妈她当时候起一个活该 她也不觉得这个念头是问题哦 旁观者清啊 我们是听完 问她 她自己讲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学生也是一样哦 有时候你心里的活动虽然没讲出口 可是孩子可能从你的表情 动作 吸收到了哦 假如我们今天觉得 这个学生怎么都跟我对着干呢 那我们能不能反思 我用的是真诚心吗 还是我也是带着情绪在处理事情呢 所以 有时候 跟大众交流啊 自己也会得到啊 很多启示 也更体会到啊 虽然学佛啊 有时候他用不到自己的 实际生活 处事带人当中啊 他要得利啊 也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 要自己啊 要自己啊 得到传统文化 得到地止规 太上感应篇 十三页道经的利益 我们就能协助孩子 把这些教诲用上 他就得利益了 他也更有信心了 那我们进入啊 这个余利学文的部分 上一次呢 我们一起研讨到 但利行不学文 任己见魅理真 我今天读这一句呢 今天下午 读这一句的时候啊 我有一个新的体悟 这个不学文呢 我体会到啊 一天不听经 两天不听经 我可能就被本来 没学佛以前呢 做人做事的习惯呢 给拉回去了 可能就烦恼做主了 这个但利行啊 没有听经啊 没有学文啊 那个学文不是说 我没学过喔 不只是这样喔 我们没有重复熏习啊 有时候我们在境界当中 提不起来了 提起来了还是 是学以前的惯性了 那我们现在问问自己啊 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 这些教诲 老汉的教诲 能不能起来 那可能就是我们熏习的 不够喔 有些人一天熏半小时 他遇到境界可以提起来 这个也没有标准的喔 不能说 那他熏半个小时 我也熏半个小时吧 不是这个概念喔 修行是要很清楚自己的状况 不是跟张三比 也不是跟李世比 是要有自知之明 他说我已经忙了 没有时间熏习了 怎么办 那可能要调整调整脚步了 因为你都不熏习了 他说烦恼做主 那本来是大好事 烦恼做主在 顾持正法 又是烦恼做主 不就变成造罪业了吗 老上有提醒啊 我们是求生净土啊 有力量帮助别人 不影响自己清净心 可以做 影响自己清净心了 那要调整调整 你们不要一听我说调整调整 就是辞职喔 这个到时候 我就阿弥陀佛了 可以减少工作量吗 现在讲话 得谨慎一点 该补两句 一定要补两句 不然到时候出了啥状况 我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我而死 啊 再来还有一个调整啊 能不能在工作的时候 都是以经教来思维 请问 这样算不算熏悉 对啊你在思维了 算不算熏悉 那我们再延伸开来 请问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啊 我们 刚好有机会 讲一切伦理道德因果了 啊 我们都是很真诚 供养孩子 算不算熏悉 啊 再来开会 延伸开来 开会的时候 我们都是 用经教来开 越开越有智慧 算不算熏悉 你不用 经教越开 越误会 最后变成批斗大会 这个都是调整 我们修学 老子活一点 老和尚的现在工作实则 大家记得吗 假如不记得 可能也用不出来 所以老和尚说读诵 读诵在前面 要先把它记起来 诶真的 诶真的 这十条啊 用出来啦 诶你慢慢会觉得 工作是一种享受 有法喜 有激功累的 脑筋活一点 哇你看你办事是不是 锻炼脑子越来越灵活了 越来越积累 经验越厉了 微笑漏一点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微笑的时候 身体也比较放松 有感觉吗 你不笑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这个肌肉比较紧绷一点 你真正感觉到了 你就会比较愿意 微笑漏一点 成年人不能被勉强 他自己真正感受到了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很深刻了 他绝对不会往不好那里去了 所以看破难 放下容易 他看明白了 我不能给自己找麻烦 你说他真正看清楚了 一念称兴起火烧功德领 他还干吗 他还没有看得很深入 还不是让他伤害大 这个 微笑漏一点 嘴巴甜一点 这个 诸位忍者 这个应该差不多前几节课吧 还是上一节课讲的 不是上一节课吗 有吧 不是上一节课 对不起 我有时候评到 不知道是礼拜三的课 还是礼拜六 还是礼拜天 这个跟大家致歉 其实有时候 你很确定是的时候 别人还是摇头 你一定要说 对 我记错了 好 这个 好 我们听完微笑漏一点了 那我们这段时间 微笑有没有多了 这个解形相应啊 我们就有受用了 好 面上无称供养聚啊 露一点微笑就是普贤型啊 哇 这个普贤型的功德啊 不会坏的 临终带我们去极乐世界啊 还有说话慢一点 我现在比较敏感 我接到那个电话 讲话很快的 我都感觉我的心跳加快啊 那天我还 那个朋友讲话真快啊 我按了一下我的脉搏 哇 跳了差不多一百二十下游了 好快啊 蹦蹦蹦蹦蹦 极所不宜 勿施于人 其实这个讲话 也都要看着对方了 你讲得太快了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吸收不了了 你看颈部以上就四条了 然后啊 度量大一点 脾气小一点 你看在工作当中啊 落实之后啊 你度量越大 你会觉得身心 越愉快了 本来看不顺眼了 看顺眼了 身心状况不一样了 脾气小一点 身心受损 少了 效率 行动快一点 不要拖延 宽违线警用功 警用功不能拖延 功夫到自射通 效率高一点 做事也要讲究方法 效率 不能是 拘泥本来的一些做法 也不听别人家的建议 这样也不妥当 做事多一点 理由少一点 要赢得别人的尊重 好 这个是 工作使者 好 所以 可能每一句经句啊 随着 自己 对很多事物的领会 可能都有不同的感悟啊 所以感觉自己 不要说一天不听经啊 我一空闲下来 不赶紧放牢上的经来听啊 我都感觉我的正念扶不住 那正念扶不住真的要去应对事情啊 不管是讲话办事了 可能就认自己的习气了 好 那我们看下一句 这个读书法 这个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性皆要 这是读书的 一个态度了 这个读书法 这个读书法 简说 他有提到 我们是否感到纳闷 为何自己已经很用功了 却老是不长静 常常落在人后呢 是不是自己天分不够 还是读书方法需要改进呢 我们经历过事情 学习效果不是很好 总要总结总结经验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人都应该在经历的每件事当中啊 得到启示 前世不忘啊 后世之诗 每一个人的天分本来就不同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在这里稍微修正一下 这个还是可以改变 你可能是有业力在啊 那你用对方把 这业力可以消掉啊 哇 那个真实的故事啊 有一个人叫王呆头啊 结果他智商不足啊 有一个修道人看他可怜 把他收起来当徒弟啊 结果呢 这个修道人就说 哎呀 你什么也学不了 你就念阿弥陀佛 他就会说阿弥陀佛 这样学习了 念念念 突然有一天哈哈大笑了 因为他呆呆的嘛 因为他呆呆的嘛 常常被师父打啊 结果那一天呢 哈哈大笑 他师父又要打他了 他说师父啊 今天你不能打我了 你看他念到夜消智朗啊 念到开智慧了 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 这个夜都可以消掉 你看中庸里面说的 能一能知几百知 能识能知几千知 人家一次会 没关系我一百次 人家十次会 没关系我一千次 人能用功到这种程度啊 他的真诚心就会现前了 果能此道矣 虽余必名 虽柔必强 愚昧都能变得有智慧 软弱都能变得很有担当啊 天分可以转 包含掌握好的方法 和积极的学习态度 必然能够四倍功半 所以这个态度方法 对于学习的结果 也还是很重要的 那首先 这个也是提醒啊 专注学习的重要 读书的时候啊 这个三道 道是道达 等于是都要安在当下了 读书的时候呢 心要安住 眼睛要专注看 因为在读诵啊 口 一起用在读书上 信皆要呢 这个信就是实实在在 肯用心思维 肯用眼睛 肯用眼睛啊 专注书中的文字 肯用口 清楚的念出 字音来 那在读的过程呢 我们也说 我们也会勉励 我们也会勉励 同学们 这个 若要功夫生 铁柱磨成绣花针 都要下 苦功夫 深功夫啊 那这个手呢 就好像 你要把石头 水啊 能把石头 穿过去 滴水可以穿石啊 那是很多滴的水啊 就能穿过去了 所以这个手叫滴水穿石手 随着 指的每一字啊 你的道德学问就 跟着慢慢慢慢提升上去了 那老和尚啊 读书专注 做任何事啊都专注 是我们的好榜 包含李秉的老师啊 曾经看学生记载 李老看书 结果那一天啊 午后雷震雨 那雷很响啊 后来下完雨了 李老刚好看书啊 把书放下休息一下 把门一打开 诶 刚刚下过雨啊 就专注到啊 没有听到雨声啊 我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啊 我自己就在那里 观照观照 我能不能专注到 我能不能专注到啊 这个雨声没有听到 这个见人善极师起嘛 哦 还有老上学习啊 很多次哦 学着学着学着 天亮了 忘了时间了 一看已经早上了 我在那里想一想 哎呀 这个差距太大了 哦 每一次 哎呦啊 好困啊 好晚啊 哦 还没有一次 读书读到 忘了时间天亮了 哦 这个战况非常惨烈啊 哦 但是还是不能失去信心啊 还是继续努力 还是不够专注的原因啊 不然专注啊 真的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哦 这个 这个 有同修啊 有回想到 刚好有摄影师啊 去帮老和尚拍摄 然后就看到啊 因为拍摄老和尚写书法 那一笔一画 一撇一纳 都是那么认真专注的态度 所以这个 台湾来的这些摄影师啊 他是初次见到老和尚 邀请了专业摄影师来 他们看到老和尚写墨宝啊 情不自禁说了 如此专注认真的人 干什么都成功 诸位老师啊 我们的孩子 假如培养专注了 干什么都成功啊 一个人往后 试验能不能成功啊 都不是看他大学时候的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 成功人士的自传 一般都不是写大学吧 一般都不是写大学吧 都写什么说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什么 哦 那个道圣和夫也说 他妈妈教他什么 少臣若天性 老师有教我什么 你看老和尚回想 说他们 在那个逃难的年代 十几岁 老师对他的影响 超过父母 你看老师 给他们的身教跟严教 他们终生没有忘 所以 诸位老师 我们有没有展现 这个专注认真 给学生看的 我记得好像 我还十几岁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广告 叫认真的女人最美 大家记不记得 你们没反应 跟我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也算公益广告了 这个公益广告好像是后期 后期慢慢出现了 这句话其实很有味道的 你看这句话 我们只要用在 回想自己母亲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在这样的日子 我们静下心来 回想母亲的恩德 那回去 也可以当面的 给母亲表达你想到的这些情境 这母亲会很安慰的 你看 孩子 都把这些事都有记在心中 好 好 那下一句呢 方读此 悟目彼 此位中 彼悟起 这个也是专注 当然 这个读书 不能今天读读这一本 明天读读那一本 今天听这一部经 明天又学那一部经 离记 李济学济讲 杂师 你一下学太杂了 而不逊 则坏乱而不休 学的太杂就不能专精了 这个六度里面说精进 这个 精 专精才能进步 好像曾国藩先生说到的 桌上不可多书 桌上不能摆太多本书 那到底要看哪一本 这一段时间主要看这一本 但是心中不可无书 这代表学过的东西 要效法言悔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而服务师之矣 其实道理能留在心上 往往是解形相应 他的体会就深刻了 假如只有解没有行 这个可能体会就没有那么深刻了 好 所以这一句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提过 偶尔大师提醒我们 这个时代 末法众生的学习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第一个是好多不好精 贪多嚼不烂 我们不能这个贪法 不能胡伦吞藻 同样的内容 真的要多听几遍 比较能够深入下去了 第二是竹末不求本 我们不能舍本竹末 其实本末要在什么时候认清呢 应该是在你面对一切静缘的时候 比方 我们在处理事了 处理事啊 我的心是根本 我不能忽略了这一颗心 那我就陷在这个事里面了 所以我们纵使是劝别人 也要关照到自己的心 也要关照到自己的心 在劝人的时候 有没有快要起穷蓄了 有没有 这个控制的念头出来了 没有看这个心 往往本来好意劝人 后来对方不欢喜 你也不欢喜了 可是可能我们的结论 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我们可能也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心 在那个状况还是用了忘形 所以老阿上说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得不到他人的谅解 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了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了 这一反省才不是着相 才不是见人家过了 我们在境界练什么 老阿上常常讲的 练禅定 不能被境界转 禅不取于相 不着相 就是无量寿经说的 观法如画 这些相都是因缘俱善的 不是真的 别当真 不要着上去 因为一着相 就见人过了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是不动情绪 不动心 都在境界里 都在境界里 往内才不会着到向上去 所以老阿上说 得不到谅解 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了 发现自己过失 立刻就痛改 改正自己的过失 叫真修行 这个本末道志 这个词我们是很熟悉的 其实这个也是法 我们能不能用出来到 任何时候 我们都是物本 我们 不会跑到枝末去 这不简单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今天我们身体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了 我们会去物本吗 会把原因找出来吗 还是赶快找一个医生吃良铁就好了 都求快啊 我们这个步调很快速的社会氛围 有时候我们也跟着不知不觉浮躁了 我们一浮躁 看什么事情啊 看不深了 心能定得下来 看事才看得深入 可以入目三分 看不深 我们去处理事啊 都是症状节 还会延伸出副作用来 所以我们累不累 假如都是处理比较表象的话 那副作用慢慢都回来了 当然累了 疲于奔命 这是第二点 这个本目 第三 求解不求正 那这个也是解形要相应的问题 好 我们看 这个下一句 宽为限 仅用功 功夫道 至射通 好 好 这个 这个 简说当中有说 一般人常犯 警为限 宽用功的毛病 这个有点倒过来了 把功课 把功课排得密密麻麻 无法专心用功 又怀着应付的心态 音寻拖延 最后草草交代 就谈不上什么功夫了 你看这些也都是帮孩子建立 做计划的习惯 读书的这个习惯 所以仅用功啊 是告诉我们一开始就要全力以赴 不要再拖延等待了 红衣大师莫保讲到 缓事于极干 事情还不是很紧迫 缓事于极干 不要拖 赶快做 敏则有功 你可能都还没到 那个日期就办完了 很从容 古人这些话都很有忠道啊 忠道在哪里啊 在我们日用平常之间 你看面对事情 缓事要极干 极事呢 极事以缓伴 忙者多做 这个心都不能偏掉了 不能过不能不急了 你看吃东西 不能吃太少 到时候咕噜咕噜饿了 不能吃太多 你太脏了 言语不能讲太多 人家嫌多说 讲太少了 人家听不明白 都要适中 寻忠道 其实看自己的心 看得很敏锐啊 慢慢慢慢 对于过跟不急啊 能观照得到了 用佛家讲 自己的心念有分别 有执着啊 比较容易看到了 好 遇到困难困惑不了解时啊 不必苦求强计 那个苦求强计哦 很伤脑细胞 而且用这种方式学啊 可能会学着学着会有点厌烦 我们要体会体会啊 当你学习的感觉很舒服的时候啊 你会越想去学 好 比方说你念佛 你一念 念一个小时 结果呢 念到十分钟啊 就很烦了 然后蹭蹭蹭蹭 蹭蹭蹭 蹭了五十分钟 蹭到 下次愿不愿意念佛 哦 所以这个自己心里的状况啊 自己也要拿捏 哦 像我现在 晚上只要没上课啊 晚上只要没上课啊 我都 念半个小时佛 上Zoom念佛 那是每一天当中啊 的享受 嗯 啊 啊 称明时即欲光时 啊 称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是 佛光铸造我的时候 真的哦 到晚上啊 有时候工作量很大 很累了 啊 念半个小时佛啊 哎 精神都回来了 哦 所以每一次都很期待 那 那个时刻到了 那这样你就越来越想念佛了 哦 同样的啊 我要培养 跟 跟你们交流课程 非常期待 礼拜六七点要到了 是吧 不能 不能是念佛是这个心情啊 分享课程要这个心情啊 啊 这样才能入不恶法门啊 什么 哦 当然我还是挺愉快的 哦 虽然有时候也会紧张 哦 但是 紧张起来就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就马上转念 就像跟自己的亲人老朋友 啊 喝茶一样 啊 东北叫唠嗑 很轻松的 其实啊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 啊 我们 越感受到自己的状态 哦 比方说 真的发了脾气啊 那个身心的伤害 体会到了 不愿意这么做了 但我们自己感觉到 你要分享课程以前 很紧张 跟你放松 效果差好多 一放松呢 讲起课来 啊 好像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哦 一紧张啊 哦 好像 啥灵感啊 没有 哦 因为一紧张啊 佛菩萨要加持啊 被我们紧张的烦恼 占住了 加持不上了 你一放松啊 啊 啊 我们是要去供养 他人了 佛菩萨一定加持的 佛菩萨是法界生啊 哦 哇 八点二十五分啊 哦 哇 你看 念佛半小时是享受 课程一个半小时 你看 这么快就过去了 啊 其实我今天呢 整个下午都讲课 刚刚要讲起来 还挣扎了一下 哎呀好像挺累的 是不是 昨天讲的啊 传过去给大家 好 大家放一放 就觉得哎呀 这样又 有点 不太恭敬 啊 好 人家都是上线 啊 啊 结果你看 大家都对我微笑 啊 一下子 你们的正能量 都到我身 啊 啊 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静变了 身体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变啊 啊 哦 那这个 刚刚讲到了 遇到困惑不了解 也不必强求 苦 苦 苦求强计 啊 要从容 含勇 啊 这样比较领悟的身 啊 今天言读几遍 明天言读几遍 不要一次在那里 啊 苦求强计啊 啊 心中常常思维不忘啊 啊 时间一到啊 便有豁然通达的 感受 老和尚也说 读书百遍 奇异至限 读书千遍 奇异至限 这都是宽为限 请用功 所以读书啊 好比煎药一样 哎 这个比喻有味道了 一开始要用大火煮 哎 把它煮滚了 接下来就必须用小火慢慢熬 煮 这个药材的药性啊 才会胜到 把汤义里 发挥出药效 所以 这个 一开始是全力以赴 那用功啊 持续不断 所以夏林居老居是说 闲时要忙 忙 忙时要闲 我们的心境在任何一个境界 都可能会有偏 都可能不在中道上 所以修行的警觉性要很高 闲时就是 哎 你好像时间比较宽松了 要忙哦 就是不能放异掉哦 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所以我们读书啊 听经啊 化整为灵啊 开车可以听啊 等公车可以听啊 坐车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搭公共汽车可以听啊 这个积累起来 也是很可观的 哦 那忙时要闲 可能 事情啊 比较快要处理了 但是也要提醒自己啊 这个心不能跟着 这个事比较紧凑啊 而被事情转了 也召集起来了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